直播行业兴起之后,不仅带动了一条利益点,因为很多有才华的素人提供了很多走红的机会,尤其是在高流量的直播平台就更加便捷了。 所以虽然直播作为职业出现的时间不长,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气主播数量还是很多的,不过直播网红毕竟是不同于娱乐圈的明星,能获得的利益和资源都是有限的,所以在走红之后,想要进入娱乐圈的主播,绝对是不在少数的。 这其中赚得最成功的,绝对是当属冯奇末了。 最近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开,里面是冯奇末出席吴宗宪生日趴的场景,而且冯奇末和吴宗宪还同台演出,可以说是非常有排面的女主播了。 这份娱乐圈人脉,怕是在直播行业也是独一份的,就连娱乐大V也喊话趁冯奇末算是直播转娱乐圈最成功的一个。 毕竟人气,热度,商业价值,人脉都是主播里面的佼佼者,不仅参加了很多人气综艺节目,还手握超多的品牌代言,直播一解妥妥的,谁有我们也是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确实在从直播转娱乐圈这方面,没有主播能够比得过冯奇末了,吃瓜群众们怎么看待冯奇末,进入娱乐圈这件事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